不但可以讓你的毛孔變得比較緊緻以外 你也會讓你的痘痘狀態會變好 哈囉大家好我是安安 長痘痘有什麼方法可以讓它快一點削的 我要來測試器件給大家看 然後讓大家看看它的效果 一個抗痘精華 它的質地是像這樣子 看起來就是會有一點點油油的 但是它抹上去其實不會有那種油膩的感覺 像這邊啊有痘痘的地方 就一定要把它擦得到 好這是我第一天的樣子 然後我現在要來試說它可不可以在妝前使用 因為有些保養品在妝前使用的話 容易會起屑 所以我現在就要來試試看它會不會起屑 我剛剛在妝前的時候使用它 然後上完底妝 那我自己覺得沒有什麼的起屑 那我是大素顏喔 就是整個皮膚已經好得差不多了 我覺得效果是算我是自己覺得蠻好的 我整臉的痘痘其實都消得差不多了 那它成分是用B3跟水洋酸 還有灑花唇跟維他命E 它是可以促進肌膚代謝跟平衡油脂 調理抗痘保持清爽的皮膚狀態 也不太會讓臉感覺很容易出油 所以我覺得這七天使用下來我覺得還不錯 效果蠻好的 因為我自己個人是敏感肌 然後我使用了之後呢 是沒有過敏狀態的 所以你們應該是 我覺得敏感肌的人可以去買一罐來試試看 它這裡面成分呢 有一個是叫做水洋酸 它是可以就是縮小毛孔 然後讓皮膚變得比較緊緻光滑 所以我覺得就算你今天這邊啊 是很容易講痘痘的人 你不但可以讓你的毛孔就是變得比較緊緻以外 你也會讓你的痘痘狀態會變好 那我自己是習慣上這種抗痘精華 我就是會滴在我覺得比較嚴重的地方 然後稍微按一按做按摩 把它壓進去吸收進去 然後在上妝或者是睡前保養的時候使用 OK 希望今天這個影片可以幫助一些痘痘肌的人 大家掰掰